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林 有没有想我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上期关于小手卷这个童谣 它的问题的答案 那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小手卷用来干什么? 小手卷用来干什么? 小手卷用来擦鼻涕,又擦汗 擦鼻涕,又擦汗 有几个朋友猜到了,或者是答对答案了 那我们看一下林今天要给大家看的是 学的是搬鸡蛋 好,搬鸡蛋 那我们先看一下图片里面 我们就能猜到搬鸡蛋是谁在搬鸡蛋呢 哇哦,原来是两只老鼠 两只老鼠在搬鸡蛋 那我们看一下 小老鼠搬鸡蛋 鸡蛋太大,怎么办? 哇,小老鼠看着鸡蛋太大了 他不知道怎么搬了 那一只老鼠地上躺 大家看,这只老鼠躺在地上 一只老鼠地上躺 躺在地上 然后紧紧抱住大鸡蛋 紧紧抱住大鸡蛋 然后一只老鼠拉尾巴 一只老鼠拉尾巴 我们看,这只老鼠躺在地上抱住鸡蛋 然后另外一只老鼠呢 就拉着这只老鼠的尾巴 拉,我拉,我拉,拉尾巴 拉呀,拉呀,拉回家 哦,原来他们这样子合作搬鸡蛋呢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 我们再重头看一遍吧 小老鼠搬鸡蛋 鸡蛋太大,怎么办? 一只老鼠地上躺 紧紧抱住大鸡蛋 一只老鼠拉尾巴 我拉呀,拉呀,拉回家 那我们今天关于搬鸡蛋 这个问题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小老鼠把鸡蛋搬到哪里 小老鼠把鸡蛋搬到哪里 那我们的朋友 你们知道问题的答案吗 知道答案记得告诉你 那我们明天再见 朋友们,拜拜